今天清城深城的第14號颱風小犬 会慢慢的接近我们台湾附近 清台小犬凌晨深城 下周会慢慢接近台湾 目前在俄罗碧东南东方 以每小时三公里速度向北行进 预估周三周四外围环流 将会对台造成影响 还可能达到中台等级 对台湾影响的程度 取决于在2号之前偏北的一个程度 倘若它比较偏北 那对台湾影响就会比较明显 比较偏南的话呢 对台湾影响就会稍微比较小 目前路径不确定 对台湾影响取决于下周一偏北程度 确定是否会影响到陆地区域 目前来看和东北季风 共犯状况还不明显 未来天气状况周日以后 一直到周一上午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东半部要留意局部降雨 直到周一下午季风减弱 雨势才会趋缓 3号整天则是受到北方干空气影响 天气状况也会比较稳定 4号以后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降雨还是以东半部为主 整体的雨势呢 还是要视台风移动的路径的状况 会有所改变 如果台风的路径比较偏北 可能雨势的区域就会是 以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比较偏南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南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 这个还是属于后期不确定性 还是比较大一些些 青台小犬前身为天平台风 在2017年在菲律宾 造成当地致灾性破坏 曾酿成160死 2012年8月也曾二度席台 重创南部 为此台风委员会 决定将天平除名 新名称由嚼犬取代 这回台风来势汹汹 廉价过后台湾天气变化大 室外活动也要多加留意 三一新闻 何孟哲下方名 SNG小组